大家好,我是刘芬云 今天我们开始讲 手太阳小肠经上的肠腱穴 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颈穴 哨泽穴 哨泽穴是手太阳的颈穴 它在我们指甲外侧脚 然后旁开一分的地方 这个穴位一般临床可针可刺血 刺血用的也比较多 那我们的哨泽穴临床使用的时候 首先哨泽穴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通乳的特效穴 就是产后如奶水不足 我们会经常用的哨泽穴 一般要是乳汁不足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经常会用这个哨泽 配上我们的蛋中 再加上乳根 再加上我们的足三里 这一组穴用的特别多 乳汁少 产后乳汁过少 哨泽蛋中乳根 然后足三里 针刺的时候 哨泽进针之后 稍微做一下强刺激手法 然后这几针你正常扎就可以了 第二个 它可以治疗五官类疾病 例如说这个鼻腻啊 眼睛疼啊 目视肿痛 咽喉疼痛 所有的这些五官类的疾病 我们用 这个治疗这一类一般都是火症居多 所以我们一般是直接在这个穴位上 点刺放血就可以了 第三个 它是颈穴吧 所有的颈穴都有一个这个开窍救急的功效 所以呢 它也是 但是它呢 更擅长治疗是什么 就是痰迷心窍造成的这个精神病 还有这个生气所致的疼痛 这个呢 用的也比较多 那针对它这个颈穴的功效呢 我们可以用哨泽 加上我们的内关 内关也是急救穴嘛 再加上我们的水沟 这都是急救穴 然后你可以再加上什么 十二颈刺血 这一组穴下来是针对这个热病昏迷使用的 效果极好 热病昏迷 然后第四个呢 这个呢 就不属于我们传统针灸里的东西了 第四点 治疗膝关节炎 它是针对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变形性膝关节炎 效果极好 因为在董事齐穴里 这个穴位 它叫火吸穴 这个你看 吸 那肯定是治疗膝盖疼 火呢 火是治什么 火能克寒 克风湿 所以呢 针对这种风湿引起的变形性膝关节炎 效果是非常好 是我们的常用穴 这个是董事齐穴的东西啊 传统针灸我们常用的就是以上这几点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邵则穴 如果大家喜欢针灸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 感谢观看 请大家订阅